嗨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彈珠人 這次要開箱的是 這兩台聖光鳳凰 一次開箱兩台給大家看看 感謝來自彈水的Jonas的協助 讓大家可以來看看聖光鳳凰的威力是如何 那麼現在這兩隻也真的是貴貴的 有看到便宜的喜歡就得趕緊入手了 那在動畫裡這台聖光鳳凰在上古時期 與幻影麒麟是死對頭 到了現代幻影麒麟復活之後 聖光鳳凰也漸漸甦醒 為了就是要再來阻止麒麟作亂 鳳凰雖然中間一度被麒麟方搶走 但是最後還是在主角一行人努力之下 把鳳凰給奪了回來 並且在彈珠人大賽的時候打敗了麒麟 這個聖光鳳凰身上可以看到 蒼龍、白虎、珠雀、玄武的一部分 在動畫裡只要他們四個使用者 燃燒彈珠魂後 就可以與鳳凰共鳴 彈珠人會暫時鳳凰化 威力會直接提升到無敵的狀態 最後火紋的終極珠雀對上麒麟 也是用鳳凰化才打敗麒麟的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這兩台彈珠人 左邊是聖光鳳凰的原色 右邊是抽包的電鍍紅 可以看到貼紙的部分都不太一樣 電鍍紅這邊是完美的模式 頭上這邊是蒼龍配件 肩膀是珠雀配件 手臂的部分是白虎配件 腳這邊是玄武的配件 依色版的完美模式也是非常的漂亮喔 不過老實說這個完美模式的發射手感 真的不是太好 這些配件會擋到壓文章的地方 所以這個模式還是當白色就好啦 那這兩台的核心都是長的一樣的 我們等等就來用原色這支來測試 那這個聖光核心底部的橡膠 跟我們之前開箱的天翼核心橡膠 是比較相似一點 都是三顆凸出來圓圓的 然後這個核心跟終極朱雀黃金化的核心一樣 沒有看過終極朱雀測試的 可以點右上角回去看看喔 聖光鳳凰的文章 按下去的時候幾乎沒有什麼阻礙 從後面來看的話會更清楚 可以直接去幫忙擠壓裡面的夾彈器 不曉得這樣子的威力會是如何 等等也會加碼測試裝上這個手臂 之前很多人留言說 聖光鳳凰裝上這個手臂之後威力會提升很多 我們來一併都測試看看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進入測速環節 好 那我們首先先來測試原裝的威力是如何 那前兩發我們先不按文章 來第一發 321 9.30 喔 居然第二季記憶體不用按文章 就可以到10公里耶 我們按快一點試試 321 9.82 這個在發射的時候那個阻力的感覺還滿明顯的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按壓文章 準備321 13.97 而且急壓發射的手感非常的不錯 我們壓快一點看看能不能到15 準備321 13.21 哇 看來要壓上15還是有點困難喔 雖然說裡面這邊壓的地方是沒有什麼阻礙的 但是這個壓的地方還是有點短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幫他換上手臂 這種紅色的裝在鳳凰上面也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那我們等一下就直接來測這個擠壓的速度 目前這樣子看起來我覺得應該是不會差多少才對 來 實際測試看看 好 第一發 準備321 10.87 哇 只是比原裝不壓還要再快一點點而已 來 第二發 321 9.79 哇 真的不行 所以這邊還是證實了喔 留言還是需要來幫他實驗破解一下 裝上了這個手臂上去之後是沒有變比較強的喔 等一下呢 我就來把他給換回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移到戰鬥場來做其他的測試 好 來到戰鬥場之後呢 我們一樣先來測這個一級標靶 鳳凰的本體呢 我們先幫他裝上無限彈夾 那鳳凰的後面比較沒有支撐 所以裝上彈夾之後就會往後倒 這個部分呢 大家都要比較小心一點喔 來 彈珠填充 開始 哇 直接朝上面飛過去 有 有 兩發 3 4 好 已經有碰到終點線了 十幾公里的威力啊 真的還蠻不錯的 不過下面有橡膠這種核心呢 他的發射點有時候都會往上飄蠻高的 我們接下來幫鳳凰加碼試看看 滿級標靶打起來如何 一樣使用無限彈夾 彈珠填充 看看這個彈夾打完啊 能不能把這個打過去喔 滿級標靶測試 預備 開始 太高 8 2 8 3 4 哇 好像打不在動耶 5 6 7 8 哇 加上剛剛一些miss的彈珠啊 8發打到標靶還是沒有辦法把它給推過去 所以以鳳凰的威力來說要打滿級標靶還是比較吃力的喔 好 我們下一關呢來測試他的連射性能 前面有16個標靶 後面的4個有裝3顆彈珠 其他的都裝2顆彈珠來做珍重 我們幫鳳凰本體換上旋風彈夾 彈珠填充 哇 哈哈 好的 這個上面全部射完之後啊 還剩下2個沒有倒 連射的速度我覺得算不錯了 但是沒有到特別的快 不過連射出去威力呢還算可以喔 好 我們最後一關呢來測試爆裂巨塔 首先我們先從一般模式開始 相信一般模式應該是難不倒鳳凰才對 彈珠填充 華麗巨塔測試預備 開始 一發就打倒一隻腳了 兩發 哇 太高 再來 中間全部露出來了 喔 倒了 哇 剛在發射的時候發現呢 你壓著的時候 因為後面的支撐點比較少啊 你在發射的時候比較容易去移動 而造成有打不準的狀況喔 好 我們接下來幫巨塔升級為重裝模式 好 重裝模式升級完畢 準備來開始挑戰啦 挑戰準備 開始 唉唷 好像打不太動喔 兩發 欸 有離開了 好 我們接下來用連發試試 欸欸欸 欸欸欸 居然還沒倒 OK 好的 可以看得出來啊 雖然說單發打的時候感覺比較美麗 但是在連射的時候 持續的威力輸出 還是能夠對巨塔有不錯的打擊表現 好的 看完以上的測試啊 可以確定鳳凰真的是第二季的威力天花板 威力也跟第一季的差不多 只能說壓文章還是比較麻煩一點 比較大的缺點呢 就是腳步的部分太小 後腳跟很不穩 用力壓文章要發射的時候 變得非常容易射歪 聖光核心本身條件就不錯 威力在不壓文章的時候 就有大部分第一季機體的威力 如果再去換一下其他裝備 應該就會是很好的機體了 難怪這台這麼貴啊 足了顏值高還有不錯的威力 真的看到便宜喜歡就得趕緊收了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測試分享 頻道現在有開啟會員 歡迎大家加入會員來支持頻道 等人數累積的夠多 會再來辦專屬於會員的抽獎喔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網關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別回不見 кто funeral 怎有 這個需要頂多 20 dib 進